大馬食堂 有自己的專屬農場 食材的那個里程 就是越短越好 就是三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們的餐廳 就是三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們的餐廳 大馬食堂最主要的食材是紅梨 我比較推薦的就是像我們的紅梨香腸 還有我們的紅梨雞卷 就在那裡我們都是煮紅梨飯 大馬食堂是神山部落的一個食材品牌 就是不管是任何一個人物都可以把它 正主的東西放在這裡 歡迎大家來大馬食堂品嘗 我們今天為大家正主的群組食材 還有給大家整個料理 大馬食堂 來這邊 還有一些紅梨 那麼正常的禮物會 也像我們ocar油 並平台 所以我們都是 我們有很多禮物 我還是保持 大家有很多禮物